在近两年的商品繁荣中,能源市场今年一直火跃,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通胀情绪,推升能源价格持续走强。 WPL一年股价飙升35%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Woozad Petalim Limited是一家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。 该公司从事石油和天然气价值链的垂直整合业务, 包括邮寄勘探、评估、开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Woozad作为澳大利亚首居一指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, 在澳大利亚邮寄开采行业中拥有约10%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。 公司目前的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澳大利亚。 公司以西澳大利亚的Northwestershift合营项目为中心, 并拥有其运营权和六分之一的股权。 该项目总产量占澳大利亚天然气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 该公司在上月26号发布了季度活动和现金流量, 在过去的12个月里,Woozad的股价飙升了35%。 是什么在推动WPL的股价, 在近两年的商品繁荣中, 能源市场今年一直活跃,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通胀情绪。 自今年年初以来, 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了约37%, 过去12个月上涨了近59%。 它现在的交易价格为每桶106美元, 低于2月份每桶121美元的高点。 与此同时, 天然气气货合约在过去12个月内全面飙升。 英国天然气、TTF天然气和美国天然气期货 均已飙升至三位数的百分比涨幅。 因此, 全球能源市场将在2022年继续反弹, 将Woozad等参与者置于ASX的前沿和中心。 虽然4月份的势头有所减弱, 但Woozad的势头似乎并没有放了太多。 在记忆部的消息中, Woozad昨天还发布了季度更新。 从业绩来看, 这家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的季度业绩稀有参半。 Woozad在此期间的收入比12月季度低17%, 但它是前一个可比期间的两倍多。 该公司表示, 由于上个季度的交易活动也放缓, 因此收入放缓。 Woozad的海报告称, 它继续推进与BHP Group Limited的合并, 并解决了玻璃器在Pluto2合资企业中。 49%的权益也给该公司未来的潜在价值 带来一定的提升。 以目前的股价计算, 该公司的市值为304亿美元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 02-9188-0418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,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